1957年,一个机构创立,其原景是利用原子之力造福人类。 它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,帮助各国利用核科学技术应对发展挑战。 增加粮食供应,改善健康,保护环境,促进世界和平。 该机构提供技术、专门知识和培训,以使所有这些成为可能。 这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。 粮食 通过核科学,它帮助各国开发能够在极端条件下茁壮生长的高产作物,培育更健康的牲畜,以及保护水果和动物免兽虫害。 水 该机构的工作,起到保护我们的海洋和海岸线的作用,保护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海洋资源。 健康 它促进利用核技术抗击癌症和改善人体健康。 能源 该组织协助各国进行能源规划。 如果各国选择核电,该组织则提供专门知识,以确保设施安全和可靠的运作。 安全 该组织提供标准和援助,以确保放射性物质的安全利用,还为核技术利用所产生的废物的管理提供指导。 并帮助各国进行事件和紧急情况的准备和应变工作。 和平 它是一个通过帮助确保核材料始终和平利用,来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机构。 安保 它是促进和安保合作的全球平台,就如何防范核恐怖主义, 即防止放射性物质被盗和走私,向各国提供技术和资讯。 提供技术和专门知识 促进安全和安保 协助推动可持续性发展 这就是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 这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。 Od家 启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